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稍微发点感想 也补充他一点 他说得非常中肯 首先他说的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 我们亚洲人学到了西方发展起来的很多东西 不光是科学技术 还有市场经济这样的体制 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然后他又说了因为中美交恶 因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更多的自主创新 这就是我们经济学研究 我最近因为有疫情 有时间 我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后发优势和自主创新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 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 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因此我们要想发展 要想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来获取竞争的优势 我们就要发挥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定义就是 可以用较低的成本 较快的速度 学到发达国家创造的这些知识和技术 但是呢 现在他把我们卡断了 他所有的这些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我说后发优势比比较优势更重要呢 现在美国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卡断我们学习交流的渠道 包括贸易 包括投资 包括学术交流 包括留学生 学习等等 都是要卡断你 给你断供这些科技产品 都是要卡断你交流的这个 学习的这种渠道 那么怎么办呢 当然要自主创新 但是我们自主创新还是有差距 我们在很多领域 很多产业当中 那还离前沿还挺远 这个我们有些产业已经离前沿很近了 包括今天我待会要讲的 我们的数字经济 我们的数字技术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 我们确实在前沿了 接近前沿了或者 但是很多的产业我们仍然是比较落后的 就是前两年吧 当我们问这些科学家们 这些技术人员 说我们哪个产业离世界的前沿最先进的还差多远 一般的说法都是我们现在大概五六十 百分之五六十的水平 这个发达国家是百分之一百 我们还百分之六十 那现在呢 我们也许更前沿一点了 我们百分之八十 但仍然是落后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要更好的发展 我们仍然要努力学习 谁比我们先进 我们仍然要学习 而学习呢 就要开放 那你只有通过开放才能学习这些东西 因此呢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跟其他国家的开放 包括刚才说了阿西安 这些东盟这些国家 我们现在就进一步的通过RCEP啊等等这些国际条约 我们更加跟他们结成一体多边主义 那另一方面呢 还是所有的各种渠道 我们仍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向他们的企业学习 以此同时 逼得我们确实不得不加大自主创新的能力了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企业也具有了 在这种压迫下 在这种遏制下 我想我们的企业也越来越多的 有了紧迫感 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 过去反正就不会的东西我们去买啊 不会的东西我们这个进口的一些中间产品呢 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但是现在就解决不了 就逼着我们的企业 非得去自己努力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办这样的这个科技峰会 也是确实非常重要 刚才马凯所说的 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企业更快的成长 更快的把我们的资源精力 投入一些自主创新的这些领域 更好的互相合作 更好的互相结合 把资源用到这个真正该用的地方去 这是我们这个下一步确实要解决的问题 才能实现刚才马凯所说的亚洲的实际 好 说完这个呢 这也是一个补充 这也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发展经济学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讲的东西了 以前讲发展经济学 先讲落后 先讲我们的贫穷的陷阱 然后呢 讲讲之后呢 收入增长了 又到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呢 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陷阱 前面 修斯底德陷阱 你成长以后发达国家还要遏制你 所以呢 我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新的挑战 这是我们现在 这个思考 一切问题的时候必须思考的问题 好 那么说完这些宏观的事情 待会儿郑永年教授还会讲这些宏观的这些事情 我讲一些具体问题 具体问题呢也是 现在这个我们的政府和有关部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是企业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 数字经济如何发展 如何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科技公司创造出这些数字技术 而是我们的各行各业 从服务业到制造业 能够加快数字化的进程 把这些新的技术真正运用到我们的实践当中 运用到我们的产业发展当中 那么在这儿呢就稍微的这个捋一捋思路 我们把这些问题涉及的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在这儿来讨论讨论 什么大的问题 第一是数字经济怎么能够在产业当中应用 第二呢就是要想发展数字经济 为什么大企业非常重要 为什么大企业发挥引领的作用 为什么政府要鼓励大企业的发展 那么数字经济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这是我们这些年 应该说是最近几十年吧 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你像从互联网开始 从微信开始吧 从email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好像前两天 马斯克的一个视频 传的视频上说了一句话 说中国人现在都活在微信上 我们是不是也抄微信 他好像说这么句话 这些发展 确实是使我们看到了 它所带来的这些效率 改变着世界 从经济学的逻辑上 它怎么改变世界呢 这个数字技术为什么对我们有益呢 为什么企业可以挣钱呢 是因为它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信息成本 信息成本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成本 企业活动的重要的成本 那么节省了大量的信息成本 那么就是各行各业得以发展 也使我们的信息技术有了收入的来源 那么这个信息技术呢 也可以创造很多新的产品 使过去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比如说这次的公共防御 比如说AI 比如说无人驾驶 远程手术 智能家居等等 这一系列的新的产品 也都出现了 因为有了这样的技术 然后数字经济呢 也分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 所以供给侧呢 就是生产力 就是数字化的生产力的创造 它包括了算法 算力 数据传输 存储 这个云等等方方面面 硬件和软件的不断地改造和提升 创造出越来越大的可能 这是供给侧 那谁在供给侧呢 就是我们这些数字技术企业 就是做数字技术的这些企业 包括硬件 包括软件 那么需求侧是谁呢 需求侧就是我们 各行各业的企业 和我们每个个人和政府和城市等等 就是应用这些数字技术的各个部门 各个企业 各个产业 和我们的千百万的民众本身 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应用 就是它的需求 因此呢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中国的数字经济是 供大于求呢 还是求大于供 就是哪一侧发展得更快一点 那么有一个争论 一个争论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基建 是不是超前了 就是我们这些数字技术 信息技术的这些基础设施 是不是做的很多 但是呢 应用还不够 这个争论本身反映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应用还不够 也就是需求小于供给 因此 因此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 铺了很多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它用起来 用起来的这个问题呢 这个 我看啊 有两类产业 一类是服务业产业 这一块呢 应用的比较快 成果也很明显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电商 我们的支付平台 我们的这个 各种网上的这种 这种工具 对吧 那么广告啊 物流啊 这个流通啊等等 相对而言呢 利用这些东西比较容易 带货 这个网红 乡村 这个 这个 各行各业 都利用这个互联网 来扩大自己的各种宣传等等 相对而言发展比较快 包括互联网金融等等 但是制造业 在迄今为止 有很多实现了数字化 但是大部分企业还在观望 数字化程度相对比较低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相对它难一点 服务业往往不需要硬件的改造 服务业往往就是一个软件的问题 以前搞P2P的时候 有的人跟我说 这个P2P多么容易 金融的门槛多么低 五万块钱买个软件 就P2P了 那公司就开始到处骗人了 这个 而制造业呢 它涉及到一些硬件的改造 包括你要互联网 你要是这个 这个 互联网产业的话 你至少每个 这个设备上得有 传感器吧 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 而且包括整个操作系统 甚至包括组织系统 这个 这个 制造业要改造的话 相对难一点 所以呢 制造业改造当中 这个成功率相对比较低一点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例 就更低一点 主要的问题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原来这些产业 可能自动化基础比较薄弱 老设备改造比较难 然后呢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 涉及的硬件的投入成本 相对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会考虑成本嘛 这我投入了 有没有回报 大家回报有多高 能不能cover成本 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在美国和欧洲 做的很多调研 大概有很大一个百分比的回答 说是我迄今为止 还没有正的收益 我还只是投入了 但是好像利润 也没有很大的上涨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要用新技术 但是呢 这个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 我要不要投入 大家都在那研究 在观望 然后呢 这个数字化的人才 就各行各业 制造业当中 数字化的人才也缺乏 他不可能养一批 这个专门搞数字化的 信息技术的这些人才 那么也是阻碍 这个进展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然后是认知的问题 认知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高层 高层 企业的高层 是不是投入 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说是你改造 就是给大家提供 一个信息工具的问题 一个通信工具的问题 它涉及到了 整个组织结构的改变 整个运营方式的改变 没有高层的投入 没有最高决策者的投入 很多事情是做不下去的 它是一个 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是一个组织问题 那么相对而言呢 这个因此就慢一点 怎么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呢 就是要认识到 科技技术产业 就刚才我说的 我们这些 在供给侧的这些企业 你如何介入需求侧的应用 你更懂这些技术 你如何为这些 不太知道了解这些技术的 这些企业 这些实体经济 制造业等等 提供服务 科技企业在这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 也应该是一个服务型企业 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供应商 这点呢 有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些 科技企业的谈起来的时候 我们科技企业都是专家 都是工程师 都是技术人员 他们在创造各种技术 算法算力 存储 各种技术 他们愿意把自己认为 是一个科技创造企业 完全同意 你就是科技创造企业 但是这些技术的应用 需要你为提供服务 你同时要扮演一个 服务商的决策 那么我长话短说 这个因此这里面呢 就要发挥科技企业的功能 而现实当中 实际上也不需要 制造业企业 自己养一大堆 这个数字化应用技术的人才 现在制造业很多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 很多服务都是外包的 本身就有着一个 叫水平分工的 这样一个大的趋势 现在说起来 美国还有一些发达国家 他们的制造业在缩小 其实你要把它分出去的 那些服务业加在一起 它并没有小多少 什么服务业啊 你比如说最初的运输 它分出去 以前都是工厂自己 养了很多车 它分出去了 然后仓储 工业设计 广告 销售 技术 很多信息等等 包括它要搞信息化改造 它也不需要自己 建一个信息部门 它就可以利用我们 科技企业 提供服务的 科技企业的 外包式的服务 那么这些都 一直就是在外化的 我们的制造业企业 也在不断地外化 你的服务就使他们 更好的外化 使他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 提高它的主业的 那个生产效率 所以说呢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 本身就正在促进 这种水平分工的扩展 包括一些 一些企业的员工 将来它都不跟你 是员工关系了 不跟你是雇主 和员工的关系 它出去 它在互联网上 给你外包了 为你提供服务的 这种趋势正在形成 因此呢 服务外包 本身就是制造业的 一种延伸 使得制造业本身 更有效率 那么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我说 我们要高度重视 科技企业 对外服务的 这种职能 相信我们的 现在科技企业 也都在做 我们都在跟 各方面的企业 进行联系 然后呢 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要发挥大企业的作用 就从外包服务 这个角度 你就想 大企业 能够提供 比较综合的解决方案 一个小公司 小企业 它可能在某一个技术上 它有长项 但是它可能只能提供 一个方面的 这个服务 而大公司 可以提供 更综合性的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关于大企业的问题 相对而言 它是一个 跟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相关的问题 也是一个 有点独立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发展 我们中国的各种产业 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 我们如何对待大企业 那么 这里面的冲突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一方面要反垄断 另一方面呢 要想发展产业 你还非得发展大企业 小企业很重要 小企业是明日之星 产生明日之星 小企业能够带来 大量的就业 当我们要保民生的时候 我们要保中小企业 但是你要保一个产业 你要发展一个产业 你必须有引领 有先进的大企业 而且大企业的优势 在于它可以提供 创新的 它有创新的能力 它有创新的资源 它能够更多的投入创新 那么 这是我最近也是老在讲的 我们现在在 经济处在低谷 我们大家都 有些企业就退出 我这个退出呢 它一定有它的积极意义 就在于呢 我们的很多企业 它无需竞争 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那竞争 小企业竞争的一个办法 就是杀价 杀价的办法 就导致了利润很薄 利润很薄 就是导致小企业们 没有能力去做创新 创新要投入的 R&D是要花钱的 那么我们就羡慕 你看发达国家 那些产业多好 一个产业里面 三四家 寡头竞争 利润可以厚一点 价格不用天天在那儿 杀价 结果它就有能力 去创新 去投入 那个怎么来的 那是一轮一轮的 兼并重组 一轮一轮的 优胜掠汰 最后这些 形成了这些大企业 所以现在有些 经济学家论证 最好的产业结构 不是完全竞争 可能就是垄断竞争 一方面有竞争 价格就不会太高 同时呢 消费者可以享受 不断地创新的成果 因此呢 在这儿呢 我想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大企业的发展 大企业当然也需要监管 需要反垄断 但是呢 我们可千万不能不去 鼓励大企业的发展 不能不去鼓励 企业做大做强 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 不是大企业多了 而是太少 特别在国际竞争当中 一国的实力 在产业中的竞争力 就是由大企业来决定的 中国在许多高新科技领域 大企业在国内显得很大 但是在国际的比较中 显得还是很小 你比如我们的国际销售 比起那些GAFA GAFA那几家大的 我们还很小 发挥高新企业呢 就要首先积极发挥 大企业的作用 大企业还可以带动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创新链 大中小互补 那么在当前呢 这个我们更重要 对于发展大企业 来发展我们这些 重要的科技领域 科技产业非常重要 在这大国竞争的情况下 我们的政策 一方面当然要反垄断 要创造公平的 公平竞争的这种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呢 我说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关注度 我们的注意力 要放在大企业的发展 放在竞争能力的发展 这个才能使我们的各行各业 那么真正能够做大做强 那么在此呢 也期待科技大企业 继续做大做强 助力实体经济 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的现代化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就讲这些 个人书生之鉴 供大家参考